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舔 三声舔 舔是挺出 吐起的意思 如你看那个胖子正舔着大肚子慢慢地走过来了 舔又当丰厚奖 但是一般都用在表示谦虚的情况上 如送给别人礼物时就叫不舔之仪 就是自谦礼物不够丰厚的意思 舔也可以当作羞愧奖 如西香记经验一折中有 为与人前先勉舔 是说在别人面前还没开口讲话呢 自己就难为情起来了 另外在俗语当中常常用的 有舔着脸这句话 如某人借钱没有还 竟然竟然又来借钱就可以说 你还好意思舔着脸又来借钱 这句中舔着脸三个字 也就是不害羞或厚脸皮的意思 舔也可以当作主讲 如小舔就是小主 清朝徐顶曾以南明的福王贵王唐王这三王的事迹 写了一本书名叫小舔纪年 但是其宗旨则是在表彰明末诸忠臣死结的意思 跟舔字同音又很相似的 还有这一个舔字 舔是逐渐添尽的意思 好像某人搭了一个会 按时付会款 就叫做舔会 但是这个舔字呢 又可以念称 国语注音是 吃恩称一生称 称是拉扯的意思 如我们所吃的拉面 就是称长的面条 如衣服没有穿好 穿整齐 我们就说把衣服称平等等 最后要提出来的是 无论是腼腆的舔 或是称平的称 都不可以念点 请您要特别的注意 今天每日一字就介绍到这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走 一字 各位观众朋友您好 今天的每日一字 为您介绍的是一个骗子 明镜片的骗 骗子的国语注音是 骗子是把整块木头劈开来 右边的半块叫做骗 后来凡是只薄而平的块状物都叫做骗 如卡片 明镜片等等 骗也做量词来用 是指范围面积或者是平面的东西 如一片青草地 几片浮云等等 骗又指小的薄的或少的而言 如骗子之字 落花片片 骗又用于专门名词 如骗是地质学的名词 骗马则是地名 在云南省腾冲县的西北方 为国防军事要地 骗假名是日文所采取的汉字片旁 假借其读音而成的凯体字母 与骗子字形相反的是这个墙字 墙字的国语注音是 七阳墙二声墙 墙是把整块木头劈开来 左边的这半块叫做墙 通常只当做字的部首或偏旁来使用 如床 墙 撞 等等 墙这个字又可以念半 国语注音是波暗半四声半 念半的时候本来是指 从中间劈开来 以供燃烧用的短竹片或木片 一般多当做量词来用 如半半瓦 最后要说明的是 片和墙 这两个字很像一块木头从中间劈开来 右边呢就是一片而左边是一墙 根据标准的书写法 片字中间两横都不能够向右边超出 但是墙字中间的第二横可以向左边超出 所以都应该写成四笔而不是五笔 特别提供您做参考 今天的每日一字节目就为您介绍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看 明天再会 亲爱的观众朋友 您好 又到了我们一字的时间了 今天给您介绍一个涛字 涛扰的涛 涛这个字的国语注音是 涛一声涛 涛是受到人家的好处 如涛扰是感谢别人的款待 涛教是向别人请教 而涛光是领受别人的好处 多为表达感谢时的用语 涛又是舔烂惭愧的意思 如涛承 涛蒙 就是舔承 舔蒙 都是自谦的词句 涛在知己 也是应酬时的自谦之词 就是说 也算是自己人 而涛培末座 是指赴燕时的自谦之词 表示自己有幸 能坐在最低的位置上 如礼白春日记梦好然是 溃飞流水运 涛入薄牙寝 剧中的涛字 就是自谦之词 涛这个字又念刀 国语注音是 得凹刀 一声刀 刀刀 是说起话来 没完没了的意思 如元曲东坡梦当中有 心地自然明 何必刀刀说 而唠刀 叙叙叙叙叙 都是话多的意思 跟涛字很类似的 是左边这个 刁字 刁字的国语注音是 得腰叙一声叼 叙是在嘴边弦着 如老鹰叼着一只小鸡 正在空中盘旋 和涛字字形相似的 还有左边这个利字 国语注音 勒易利四声利 利部是新加坡的别称 以前叫做席利或石利部 是东南亚的自由港之一 工商业发达 社会繁荣 由于华人所占的人口比例很高 所以华语也就成为新加坡主要的语言了 最后要提醒您的是 掏、掏、利 这三个字虽然字形非常的相近 其实分别它们之间的不同处 就是在最后的一笔上面 如掏字的最后一笔 一撇不出头 右偏旁是一个刀字 叼字的最后一笔是一挑 右边是一个叼字 而利字呢 最后一笔是出头的一撇 右偏旁是一个利字 只要在书写的时候 特别的注意就不会弄错了 今天我们就介绍到这儿 在此谢谢您的收看 明天见 请收看每日一字 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您收看每日一字 今天要为您介绍的是个中字 中斯的中 中字的国语注音是 中是黄虫类的总称 中是黄虫类的总称 分成中斯科与飞黄科两类 中斯是属于昆虫类的直赤类 身体呈绿色或褐色 触角呈边状 比它的身体还要长一点 雄性的中斯 体长一寸 右前翅有透明的发生镜 发生镜是由于震动前翅 因摩擦而发出声响 雌性的中斯比雄性中斯大 体长约一寸半 晚秋产卵在泥土中 每次产一百个 到第二年孵化 中斯虽然对农作物有害 但并不会像蝗虫那样 造成严重的灾害 中劫是说分乱像中斯一样集结在一起 如露制收河东后请罢兵状有 遂乃中劫以聚讨 郎故以备恩 又如诗经周南中斯篇 以中斯做比喻 是说只要后妃不妒忌 就可以子孙众多 后世就以中斯演庆 来祝贺别人生孩子 或是祝福别人多子多孙 中字除了指蝗虫类或中斯外 其他的用法不多 只有中花是属河本科的植物 碎状花絮的小碎花絮的名称 如稻小麦都有中花 最后要提醒的是 因为中字的上面是个冬字 有人不注意会把它念成冬 这是不妥的 另外由于中字不多见 下半部是两个虫 有人把它念成虫字 也是不对的 今天的每日一字就为您介绍到这儿了 谢谢您的收看 再会 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您收看每日一字 今天要为您介绍的是一个乘字 十乘的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打赏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惩是骑着马一直向前奔驰 又叫做驰惩 另外舒展奔放也可以叫惩 如纵望观览叫做惩目 沈曰娇居府临逊为而惩目 及堆种而流勉 意思是说面临东南方而纵目观览 爬上小土布上去 好好的尽情流来一番 开唱胸怀叫做惩怀 如王羲之蓝亭世 所以游目惩怀 足以及视听之余 尽可乐也 另外施展才能叫做惩治或惩能 而文词奔放则叫做惩词 和惩字相似的是这个聘字 聘字的国语注音是聘四生聘 也可以念成聘 颇应聘四生聘 聘是邀请有才干的人担任职务 并以毕驳致意 如礼记阅令中的聘明事 就是指此而言 另外派遣使者通问修好 也叫做聘 礼记取底中说 诸侯使大夫位于诸侯曰聘 这聘问之理虽是古理 但是派遣官员互相访问 已表示邦交敦目 依然是现代外交上重要的活动之一 不过凡聘问之理 古时都用这样写的聘字 但是这个聘字又念拼 颇应拼 一声拼 拼婷是指女子的容貌 体态都很美而言 所以拼婷不可以念成拼婷 而持诚也不可以念成持聘 最后要提出来的是 这三个字的右上方 是个尤字 而不是个身字 书写的时候请您特别注意 今天的每日一字 就为您介绍到这儿了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会 各位观众您好 今天每日一字 为您介绍的是一个天字 牙天的天 天字的国语注音是 一言天一声天 天一声天 按照说文的解释 天是燕的意思 但是也指在竹片上 书写文字符号而言 如在寺庙当中 求神占卜 以问吉凶 所用的竹片就叫做天 在这些天上便有号码 放在天筒当中 一面祈祷 一面摇动天筒 直到天跳落为止 然后按照天上的号码 去找说明的文字 以了解神灵的指示 又因为这些文字 都是用诗句编成的 所以又叫做诗天 而这种从拜神 到拿诗天的过程 就叫做求天 另外 不容易解决的事情或问题 也可以用签来决定 如《红楼梦》第六十三回 描述宝玉过生日 就是用抽签来行酒令 以排定饮酒的次序 而一般人的抓究 或者是年究 却都是随便写几张纸条 照样可以抽签 签又有做标记的意思 如夹在书里的纸片 叫做书签 签还指很尖细的东西 如饭后所使用的羊 另外还有这样写的签字 国语注音也是七烟签 一生签 这个签是指 以文字技术的标志而言 古代是和这个签字通用的 签又指尖细的东西 或者是辽蜀 对上级主管 有所陈述所用的文字 原本与这个签字是通用的 而后来就有区别了 如南史的《吕文显传》当中有 辅州部内论事皆签 前直序所论之事 后云仅签 但是现在的公文当中 都已经改用这样写成的签字了 签用的相当的多 如签字 签名 签正 签丫等等 最后要提出来的是 签这个字 因为多用竹片所制成 所以收录在竹部 另外签字的中间 是一个古写的从字 而不是两个十字 也不可以省略不写 在书写的时候要特别的注意 今天的每日一字 就为您介绍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看 明天再会 亲爱的观众朋友 您好 今天在节目当中 给您介绍一个仙字 纤维的仙 仙这个字的国语注音是 仙一声仙 西淹仙一声仙 仙是细微的意思 泛称一些小的事物 如仙细 仙界 仙巧 以及仙臣等等 仙仙可用来形容 尖细的样子 卢兹林 长安古一诗 片片竹云 浊缠顺 仙仙出月 上牙黄 仙仙也可以用来形容 女子的手 很柔 很美 如汉朝古诗十九首之二当中有 鹅鹅红粉装 仙仙出素手 纤维是指组成生物体的细长丝形物质 但是人造的纺织原料也叫纤维 如尼龙纤维 仙毛则是下等动物的运动器官 仙毛虫是一种原生动物 体上生有细毛 可以自由伸缩 如草吕虫就是 与仙字相似的 有尖跟颤这两个字 尖字的国语诸音是 鸡咽尖一生尖 奸移就是杀尖一平 奸灭战是用强大的兵力 迫使敌人屈服的战术 这个颤字的国语诸音是 痴暗颤四生颤 颤是自私改过 而且自成悔意的心理 又叫做忏悔 至于和尚或道士 替人们拜神诵经以求赎罪 则叫做拜颤 这种拜颤的仪式 就叫做颤礼 要注意的是 仙、奸、颤 这三个字字音不同 当念到先为 先臣不染 奸灭 忏悔 这些词句的时候 不要受到了千字的影响 而念成了千为千尘不染 千灭或千毁 另外还有称语一词 是指未来福祸的预言 而称字的国语注音呢 是痴暗称四生称 所以称语也不要念成了 或称语 请您要多注意 今天节目就介绍到这儿 再次谢谢您的收看 明天再会 每日子的观众朋友您好 今天我要介绍给您的是一个盖子 洗盖的盖 盖子的国语注音是 歌爱盖 四生盖 盖 四生盖 盖是请求 喜求的意思 如国父所传 黄花钢烈士 事略序中说 邹君海滨 以所及黄花钢烈士 事略 盖序与语 就是说 邹海滨先生 请求国父做序 又如 宋史岳飞传中有 贼乎盖命 非令勿杀 受其详 剧中的盖命 就是起命 也就是请求饶命的意思 另外 讨饭的人也叫盖 也就是乞丐 有宗元 记许经照孟荣书 造力拥盖 皆得上父母之秋木 意思是说 建议 劳工和乞丐 都得去 请拜父母的坟墓 盖竭 则是掠夺的意思 唐书 断绣十传 白昼群行 盖竭于世 有不切 则急伤世人 意思是说 白天竭对横行 掠夺世阶 如果仍不满足 就动不动 就去打伤世人 跟盖子很容易弄混的 是这一个免字 免字的国语注音是 摸眼免 三声免 免是不见的意思 凡是行貌隔绝 都可以用这个免字 另外 免又是指 必见的短墙 显然应用的机会不多 但它却是免字 和免字的右偏旁 很多人不注意 就把它写成盖字边了 像下免尊 就有人写成 或念成下盖尊了 盖和免这两个字 都收录在 一部的三笔中 盖免两字 形貌很相似 但是读音却迥然不同 在应用的时候 就要特别注意 它们的差别了 今天就介绍到这儿 非常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